10月16日,艾维尔官方发布Hand Above Water全球巡演欧洲场次海报,其中写着中国、日本等亚洲国家巡演日期即将宣布。 据悉,2014年艾维尔因病淡出乐坛,直到2016年12月发文宣布回归。 2018年底,艾维尔发布个人单曲正式回归,好在他很顽强,没有向病痛屈服,尽管让我们久等了,但他还是归来了。 很高兴艾维尔的回归,让我们可以带着青春的回忆一起迎接新的时代。 非凡娱乐,时时报道。